準備的食材有漢堡皮、小黃瓜、番茄、一顆雞蛋 還有美生菜 先將這些材料拿去處理一下吧 番茄切片 小黃瓜也是一樣用切片的 等一下會用到沙拉醬 將漢堡皮先簡單的烤一下 因為家裡沒烤箱 所以先用這台來代替 底部烤到酥脆即可方面再烤一下哦 麵包烤好之後 接下來換煎雞蛋哦 將煎好的雞蛋撒點胡椒粉 然後再放入美生菜 幾片就好 再放入小黃瓜 然後擺上一片番茄 再擠點梅乃滋下去 做好啦 終於可以開動啦 自己做的就是不一樣 吃起來特別的有味道 雖然外觀沒有很漂亮 但自己做的嘛 不要要求那麼多 好吃就好啦 沒想到加入美乃滋 真的是很好吃耶 比起只加一點胡椒粉 還來的更提味哦 剩一口吃完啦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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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